所以你除了知道那三個貪舍之外 這個號碼呢 他問他就問36的樓下是什麼 36的樓下就是1 這些圖是repeat的 你記得 要知道36的樓下 35的樓下是什麼 就是2 32的樓上就是35 12的東邊是什麼 7 OK 那好吧 跟著呢 這條是Base Sign 你要記得 這條是Meridian 這個TSRW是怎樣的呢 現在解釋了 那麼首先呢 我們畫了條Base Sign 跟著Meridian在這裡 那麼 我們要知道呢 原來呢 一格呢 是這個中心怎樣 那麼 T呢 就叫Tier R呢 就叫Range 那麼 Tier呢 就是 你看著這個圖 Tier呢 就是 在北 逢是寫Tier呢 只是只有兩個選擇 North and South 如是者 我們要知道呢 我們要知道呢 Range呢 只是只有什麼 East West 非常好 對啦 East West 你 有好多人呢 他答不到的 你不要以為 你 這個都是一個 是學問來的 有些真的答不到的 那麼 Tier 打橫喔 記得 就是好像 一行 一行 那這裡呢 就是Tier 1 因為它是以這條Base Line為主線 然後呢 我想問你 這個是Tier 1 什麼呢 North還是South North North 對啦 好啦 如是者如果這個呢 它是Tier 1 什麼呢 South 那是South OK 那你明白了 記得這個是第一行 因為貼著Base Line的第一行 那兒是者 我想問你 這個是Tier 1 Tier 1 還是Tier 2 2 記得我說是第二行 第2 是North還是South North OK 好啦 現在原來呢 我們要決定一格 是要用兩個座標的 兩個座標的意思呢 就即是說 我們現在要理好R R就是打動 打動的時候 原來呢 我們在這裡 一寫R的時候 我們旁邊要有個數字 這個數字 你猜是什麼呢 因為R是以直線為座標 所以R直線為座標的時候 它這個R剛剛貼著 所以它是R1 1還是2 2 1 都說1 1因為它貼著這條直線 那如果它R1 在這裡放一個數字 它是這個還是這個 左右 E E E在這邊 E在這邊 R1 R1是什麼 Ls 有些難度 這個排不容易考的 不懂分左右 好啦 這裡呢 R了 輪到這個 都是1 都是1 沒錯 因為它貼著這條線 但是呢 它現在呢 就是 我們解決了這個 現在就要決定這個 英文字 英文字是什麼 你寫錯了 W 所以你這裡也寫錯了 E W Good Good catch OK R1 E OK 那其實呢 這個方格呢 就是用T1 S1 R1 E來代表的了 那這些呢 都是Sectual Intentionship 其中之一個 代表方法來的 那就是說 E條就一定要是 那你看一下它是第二個 橫行 但是在直行來講 它在Meridian 這樣數是第三個 嗯 我也知道 其實都不是那麼難 你想真些 你用這一點呢 其實這一點呢 我們計數呢 不是1 那個Coordination 不是1-1的 這個是什麼 2 2-2 2-2 是啊 所以這裡我們馬上就已經知道2的了 那這裡你寫什麼 R R 這裡呢 W W Fairly Good 那你就行了 這條考到的了 現在呢 真真正去Test你了 問你深一點 錢呢 就是 侮辱你智慧 OK 這個 數字 1-2-3 這裡 1-2-3 這個是 1-2-3 1-2-3 都是3-3 就是T3R3的SE 很快的手 快而準 那 行了 你考得了 不要害得了 等一下考不到肉酸 考到的了 那 其實是這樣 那這裡呢 剛才講的就是這樣 那 那 所以其實 可以跟回 寫T 又可以先 或者R 又可以先 總之跟回 最好我們呢 幾時都是T先 跟著R 習慣了 那 舊的拳就會考這些 新的已經少了 那 這個呢 就是Lock and Block 那 剛才那裡講了 Lock and Block Lock and Block 第二個名字叫Subdivision System Subdivision System Subdivision Sational Entitium 第二個名字叫Survey System 或者是US System 三個名字 OK 那你跟著第四條